这个地方改就是什么表 那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应该有三种 一个是这边1到9 拉过来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然后这个1到9 我如果今天希望这边 1乘以1等于1乘以2 那这个地方的话 要做 的话就是直接这个上面乘上 所以这边的话end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乘的符号 我们用X来代替 然后再end end什么end他 然后再end一个等号 所以这边的话给他一个字串 那实际上你如果将来要产生 其实可以很 直觉的去去去做这些这些事情 然后这边的话 等于然后面的话end end结果就把他 乘上 他 那打勾之前 你可以上个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标题列在第一列 标题栏在A栏 所以你记得把标题列锁起来 然后加一个w3 你不是两个都锁 而是锁标题列跟标题栏 如果你标题栏第一列锁起来 然后A栏锁起来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只要打勾 其实很直觉的嘛 一列 A栏 一列 A栏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是多一个 这边多一个 end x 这边少一个 然后end A2 end 等于end 结果 OK打勾 打勾之后把他自重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向下 向右 这样就可以一气呵成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正确锁定的话 你向下 也许对 但是向右就不对了 那早期如果你不懂的这个方式的话 那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也许你就不会 那你就一个一个一个慢慢做 你要做九次啦 如果你一次可以到位的话 那就是一次就完成 关键点就在这里 一列 A栏 所以你这个地方 锁A 锁E 锁A 锁E 锁A 锁E 锁A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栏列锁定的技巧 以往可能很多同学 知道按F4 但是呢 你会不知道说 为什么要要锁F4两个都锁 那现在的话 你可以锁一边就好了 那主要为什么要锁一边呢 因为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的列号会增加 又是二列会变三列 一之类对 那如果你不锁起来的话 它就跑掉了 那你向右的话呢 它的栏号会增加 所以这地方的话 怎么去锁它呢 那其实因为A栏要固定 一列要固定 所以你就 锁你要锁的那个栏跟栏就可以了 那这个用法其实可以衍生出很多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你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把这个